强嫩毛新闻触及你灵魂 今天这期节目 我们来分享一些在纽约时报以及后台上 令人动容的网友留言 通过这些在海内外的普通人的观察 经历和思考 让我们重新审视中国 他们当中有学生 有临近退休的中年人 他们情绪似乎很消沉 但也愈发坚定了某种信念 虽然苦闷 但内心的希望却永远都在 这几年我和中国的关系 犹如一个婴儿到成年 从最初几年的身体上的断奶 到最近两三年精神上的断奶 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我也觉得好奇 在这两三年因为新冠掀起的中国仇恨 到现在的中美两国剑拔弩张 作为居住在美国的中国人 我第一次体会到身份焦虑 中美关系不仅体现在两国之间 也体现在我和我的中国家庭成员之间 只不过我们都小心翼翼地避开政治话题 我发现我和我在中国的几乎所有的朋友们 也越走越远 政治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 我并没有觉得美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就像纽约时报专栏作者前几天写给习近平的信那样 美国远非完美 但是仔细看一眼 现在的中国 我宁愿选择这一切 也不愿选择您那一案的方向 我是2015年以后来的美国 一直到现在 我也没有回去过 但是 我家人朋友客户 都有很多在国内 我们可以很切实地感受到这十年的变化 中国确实在经历一次新的文革 更严格的文化封锁 更严肃的审查 四通桥事件国内的朋友知道的很少 一部分年轻人 知道了 也觉得无所谓 不关心 这才是可怕的事情 老实说 最近几年过得更加浑浑噩噩 但逐渐有了方向和目标 疫情前的半年 我才摸索着注册了这个谷歌邮箱 用浏览器插件使用Google搜索 一开始 我还对翻墙抱有不安全感 渐渐地就放开了 使用Telegram作为新闻RSS 结合Gmail订阅新闻 Spotify打开了新世界 我开始收听各类Podcast 现在听音乐 主要用它和YouTube Music 我不知道未来留在大陆 是否会更糟糕 我并不想一直翻墙去看YouTube 我已经开始学习日语一段时间 比我想象中进展要慢 我希望未来能够定居在日本 二十大之后 我的情绪有点低落 疫情结束遥遥无期 各行各业都比较萧条 股市更是跌跌不休 我最希望近期政策上 可以稍微放松对疫情的防控 不要轻易全于静态管理 后期通过提高全民 特别是60岁老人的三针接种率 达到90%以上的接种率 然后引入国外先进的MRNA新冠疫苗 提高全民对新冠病毒的免疫力 为最后的全面放开疫情管控 恢复生活做准备 未来五年希望能多存点钱 全家能平安 希望国家早日放开防控 让百姓生活恢复到疫情之前 继续保持和全球的交流 不要封闭 我既乐观又不太乐观 作为一名研究生 这几年 我看到了大量研究成果 开始出现在国内 我觉得未来十年 中国在高端技术的比重 会进一步加重 尤其是在芯片 电动汽车方面 以及其他很多的高技术成果方面 我觉得等到我读完研究生 可能那时的经济情况更好点 很多问题就解决了 也希望我的湖南老家 能够有更好的法治 能够正清人和 会后当然是绝望的 虽然早就知道结果会是如此 但是当亲眼看到结果 还是比预想的更糟糕 更绝望 比这更绝望的是 周围的大多数人 都没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 或者觉得是无关紧要的东西 就像天天做核酸 变得理所当然一样 绝望也是自己的想法 得不到回应 国内的审查 让人人都成了一个信息的孤岛 我当然知道 和我一样 保持清醒的人还有很多 但是我们都互相不知道身份 所以自己还是慢慢被孤立起来 不敢透露自己的真实想法 憋得慌 即使是自己亲近的人 也觉得我起人忧天 庸人自扰 这是多么的无奈啊 还有就是灭绝人性的清零政策 我意识到自己的小家 在这种环境下脆弱不堪 我的猫 我的狗 也是更加的危险 一直以来都为他们担惊受怕 我可以被关起来 但是他们却可能丢掉性命 三年来都这么害怕着 没有尽头 我在多灵国打卡有一年日语了 希望明年七月能通过考试 把自己语言关过了 让我小孩不要被捅喉咙 又尊严一点 我要努力加油了 争取润 二十大以后第一次和父母通话 感觉到那端是黑暗一片的焦虑和恐惧 妈妈急着要把给他外孙儿外孙女的礼物寄出来 同事告诉我 不要指望明年能够回国 近五年 他们也不大可能出国来看我们 我想要说一点希望的话 爸爸立刻表明他看到的是 中国有可能很快回到文革时期 战争时期等等 一项活泼的高中同学微信群里面 有个同学说了一句国外的同学 能不回就不回吧 我好奇顺便乱了一句 国内机关里的同学 是不是每天都要用新版红宝书app学习 同时没敢分享我心里如何庆幸可以幸免 不在机关的他会说 这个我不知道咧 马上一个在新闻机构工作的同学 就发出了一个噤声的脸 同学群里面一片静默 过了一会儿 另一个不在机关的同学说 做机关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做新闻那个 同学回应说一个都跑不脱 未来的几年里 我认为不会有任何改观 对于政策上没有任何期望 就像我和朋友所说的 这片土地在短时间里是严谨地 没有希望 没有未来 我们作为年轻人非常失望 但是周围的人很多都浑然不绝 有些甚至在朋友圈里 营造一种虚假的繁荣 对于我们来说 希望能够在毕业后 离开这个让人留恋又让人失望的土地 开启一段新的旅程 但是现在的机会正在慢慢减少 我是90后 经历过自由言论 经历过没有强的互联网 当我觉得中国越来越封闭的时候 表达自己的观点会让我有种恐惧感的时候 我选择了出国读书 来到了西班牙学习艺术 二十大让我感受到了绝望 民主制度被肆无忌惮地破坏 人民的麻木让我心痛 我非常想做点什么能去改变 我深知只有做点什么才有希望 但是又不知道从何做起 只有设计一些反独裁的小海报贴到校园里 希望能唤醒更多的同胞 十月底的这个周六 夫人一位怀孕的年轻同事去考教施政 却被监考官拦在了外面 理由是 她的手机上没有48小时核酸绿码证明 但其实 这位孕妇早在前一天就专门为这考试做过了核酸检测 可不知为什么 本该在次日早晨就因显示出来的核酸检测结果 到了下午1点开考时 仍未显现 孕妇彻底崩溃 最终还是哭着离开考场 她没有理由不悲伤 为了这场考试 她艰苦准备了三年 期望通过考取教师证 谋求一个正式岗位来改善自己的生活 却仅仅因为有些长全人草率的懒政言行 就轻易化为泡影 今天是十月的最后一天 繁华退进之后 我原本指望不控缜密 极端左倾的防疫政策会有所收敛 可事实告诉我 这是白日做梦 甚至我还怀疑 即使到了明年四月份 恐怕仍看不到防疫政策调整转变的希望 但不管怎么样 生活总还要继续 虽然苦闷 内心的希望 却永远都在 我仍然对我未来的生活 期待着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准备换辆烧好一点的越野车 打算先去自驾游个二十来天 不急不慢 信马游江的泡泡祖国的大好河山 我希望能实现一家三口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美国自主游 届时我将租辆车 畅快地行驶在美国著名的 一号公路海岸线上 一号公路海岸线上